加口罩事件层出不穷 为了避免民众拿到混冲口罩 卫福部也拍板定案了 将强制国产医用平面口罩 要逐片的来标示MD代表医用 还有MIT代表台湾制造的钢印 不管是国家队或者是一般厂商 都要在两个星期之内来实施 而针对目前日前 卫福部长陈志中有提到说 又有一家厂商拿中国制的口罩 来混冲实名制口罩 有周刊就再度爆料 指出说这家厂商 其实就位在新北市 但是这些中国制口罩 虽然没有进到实名制的通路 但是很可能已经流入市面上的药局了 对此陈志中回应 目前都还在调查当中 一旦确认就会对外说明 在加益事件之后 民众对于口罩国家队失去信心 致患民众再拿到混冲口罩 因此卫福部也常制规定 所有的医用口罩都要 逐片表示 但用眼睛看 凭手感还是很难分辨 哪个是真的MIT 哪个是医用口罩 卫福部强制规定 未来生产的国产医用口罩上 要逐片标示MD 医用跟MIT 台湾制的刚硬 两周后就要实施 经济部也加坏脚步 生产雕刻轮 协助厂商做机台更换 而进口口罩 是否也要同步进行 其他地方进来 当然他们一定要标他们的层地 海关的时候就会去查 那这至少是可以区分说 是不是台湾制的 针对外界关心的国家口罩队中 有其他未爆弹 原本指挥中心说 要到18号才会公布调查结果 却有周刊抢先踢爆 新美市的一家厂商 疑似是进口中国制的工业用口罩 混沖成马来西亚的 合装医疗口罩伴售 虽然没有进到实名制通路 却可能已经流入市面药局 单一的个案 事实上这样子一个一个来 恐怕把这样的一个市场的情况 秩序都弄乱了 厘清了以后 再一起跟大家来做报告 口风很紧不愿说太多 而同样是口罩之乱 被海关查扣的83万片 未飙MIT口罩 关务署经过比对查证 确认当中没有口罩国家队成员 但到底还有哪些厂商涉入 就等指挥中心公布 就点我明镜 特别过道